哇 挺热闹的 青崽哥 我们该走了 爸爸妈妈 我和青崽哥去买一些辣巴粥的食材 好的 注意安全哦 知道了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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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能量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恭喜老大恢复能量 今天我就要去攻打节气基地 精灵们等着吧 可是今天是大寒 大寒啊 看来还是得把能量恢复到最高峰 出夕夜的时候再出马 老大 老大我饿 对了老大 昨天我出去看到人类都在准备做辣巴粥呢 好 我们去吃辣巴粥 吃辣巴粥了 快吃吧 辣巴粥可要早晨吃才好 为什么早晨吃才好呀 有句古话说早食粥来年粮食早收 寓意来年丰收有个好兆头 确实是个好兆头 我都也要 怎么了 我能感受到年兽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别担心 节气仪已经修好了 我们不怕他 我们先召唤大寒 然后再去抓捕年兽 吴后相依 节气归位 大寒赢年 最终复兴 嗨 嗨 大寒妹妹 哥哥姐姐们好 今天是我当职哦 这下我们一定能抓到年兽 好不容易醒了 先让我逛逛吧 大寒妹妹还是这么爱玩 走吧 我牛也要牛命 好 一太 冻死我了 走吧 我们去抓年兽 你怎么比林虾还冲动 都不知道年兽在哪呢 还是先去采购一下年货吧 不如 历春 历秋 大寒 跟我们去采购年货 顺便找找年兽的踪迹 其他人原地待命 大寒师放剑农时 你们记得要离远一点 为什么 走快点 村里的那点腊八粥还不够塞牙缝的 你就知道吃 老大 我们去别的地方再找点吃的吧 好吧 走 走 去附近的村子找吃的 我们去把所有红颜色的东西都破坏掉 我们去把所有红颜色的东西都破坏掉 就饶不了我们 那 那我们绕过去吧 没错 走走走 等等我 这里怎么有三个玩偶 年轻人都喜欢这个 哎 传统习俗都快被孩子们忘干净喽 也是 家里熬了一大锅腊八粥 孩子们没吃就出去玩了 他说他家有什么 一大锅腊八粥 快跟上 我感应到了年兽的力量 找到他们了 出发 我们不如在这守株带兔 等等 老大 不对劲 一神一魁的 我吃饱了 怕什么 哪里不对劲 我就去哪 中了埋伏了 看你们往哪走 冰冰冰三尺 冰冰三尺 你小心点 可别再冻住自己人 自己人都给冻住了 谢谢啊 呀 哈哈哈哈 冬天的感觉真好 我的能量果然越来越强了 要不晚上再去找点吃它 每年公历的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 大寒 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致的意思 这时北方地区的人们多忙于积肥堆肥 修剪果树为开春做准备 南方地区则需加强小麦 及其他作物的田间管理 在一些地方 大寒有吃糯米饭 打年糕 做瓷巴等习俗 而大寒与立春相交接 在饮食上 要顺应季节变化 还可以吃一些 吃阴前阳 热量较高的食物 如横枣 黑豆 栗子 核桃 银耳等等 我是大寒精灵 小朋友们再见 如果带快兜养 得订把 加 bonds 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